基隆市长林佑昌即将在今年年底卸任 但是基隆市议员对于基隆捷运到底盖得起来盖不起来 还有八堵到基隆段要不要新建呢 以及未来营运维养会不会变成基隆财政的前坑等问题 仍然充满许多疑虑 纷纷执询市长林佑昌 市长也逐一答寻回复 之前的南港到八堵段 我们编的之前中央讲的大概是400多亿 其实我问了新北跟台北 其实整条路线要加起来 真的要只有南港到八堵 就要将近应该要600多亿以上 在中央的预算短缺了200多亿 这也就是柯文哲讲的 说根本就盖不了 因为短缺了200多亿 循着原本可归的这个脉络下来 所以他会用425亿来做这个框列 至于你提到的600 600的部分 其实在会议上面并没有去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字 当然我们要讲的是说 就像市府大楼一样 越晚盖越贵 越晚盖越贵 因为这个物价等等 包括人工等等 他当然会 这个最后他可能会上涨 那其实基隆人都一直在期待说 这个基隆 这个基隆捷运等了30年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便利通勤 可是如果只定案到八堵 那只是完成了市场 你占一半的政绩而已 其实多数的市民会觉得是说 只定案到八堵 根本没有办法来完善通勤 地下化的话 一公里应该至少是50亿以上 至少 50到80 至少 那八堵段到基隆段是3.7公里 所以大家可以乘一乘 3.7如果乘以80的话是多少钱 这个其实就是问题之所在 如果有开发收益是有机会可以增加 如果有新的人口成长 有带来新的税收 拿出四算来 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人看到 在没有看到的情况之下 市长不是要触你眉头 才会回过头来说 他到底会不会是钱坑 这件事情大家都担心啊 你说高雄捷运有没有亏损呢 有啊 但人家是六都 我们是吗 今天如果基隆是亏损 基隆捷运如果亏损 新北会帮我们负担吗 因为目前截开区周边的范围还没有做最后的一个划定 第二个是他的土地使用分区也还没有做最后的确定 还有他开发的一个强度 比如说他的容积 还有他的建币 这个都还没有做最后的确定 那必须要等这些全部都确定之后 才能够进行这个财务的一个试算 那这个综合规划里面 必须包括刚刚在讲的这些的试算 所以在综合规划完成之前 这个东西一定会出来 那目前因为还没有 还没有到这个 还没有到这个阶段 所以还没有办法有一个非常确定的一个成果 能够跟各位来做报告跟说明 现在大家都担心亏损跟营运的问题 很奇怪 在别的县市盖捷运 好像都没有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在基隆 大家特别特别在提这个问题 其实捷运并不会亏损的 捷运的整体的建设 并不只是在票价的一个收入 从来交通的建设都不是看那个票价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铁路台铁其实亏损的更严重 可是台铁必须要开 捷运的建设 最重要的是能够带动整个都市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也让都市的整个的一个运作的效率更为提升 所以交通的建设不是算那个票价 而是要看他对整个城市所带来的整体的效应 刚才市长也提到的 实际上酝酿并不代表你可不可以赚钱 的确就像彰化县一样 彰化县呢 他八年来彰化的高铁 八年来还了65亿 而呢 他每一年 每一天他不到 他甚至不到2000人来搭乘 最多就两三千个人 最惨的时候呢 不到2000人 所以他绝对不会是因为运量 让他有钱来还65亿 那是什么让他有这么多钱呢 那就是厂站特区 也就是可以开发的 利用整个站体可以开发的这个区块 高铁的特区 那高铁的特区跟我们的捷运厂站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高铁的特区是当初 他画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域 但揭开区可能不会 也没有办法像这个高铁的那个车站 那么的大 他最主要是以捷运站车站为主体 周边一定范围 然后我们现在基本上是 尽量希望以国公有的一个土地 来进行相关的一个规划 所以包括捷运站的一个场子的一个选择 也都是从这个角度在思考 记者 郡松 吉隆报导